字幕提供 各位好 今天是4月的最後一天 4月30號 美東時間 那我今天呢 就想要說兩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 有關於 川普政府的 這個叫 COVID-19 Economic Impact Relief Check 就是 川普政府發給大家的補貼金 應該是補貼金 因為我知道 到目前為止 全美只有8000萬人收到 大概是 符合資格人數的一半而已 所以我今天想要 就給大家看是 如何去從IIS網站 拿到你的支票 或者是 Direct Deposit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知道這個紐約市有很多 獨居的老人 那 他們年紀很大 英文講就是說是 frail 然後沒有辦法 自行出去 我知道紐約有很多 那個叫Food Up 就是你可以去學校拿這個免費的餐點 但對於許多獨居老人 他們因為身體的狀況 有一些慢性病啊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 沒有辦法出行的 不能到外面去拿餐點的 不能去那些叫Food Pantry 那這個他們發的這個食物喔 紐約有一個311 叫311 Emergency Food Delivery 他有資格限制的 那 在這個第二部分呢 我會 呃 秀給大家看喔 這個到底怎麼幫 假設你有認識 一些獨居老人 身體比較虛弱 沒有辦法出去拿食物喔 這個東西對獨居老人來說 是蠻好用的 也是政府的一項這個 因應疫情的政策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正題 首先呢 我們可以在Google上搜尋IRS的網站 那在這裡呢 我們選擇第一個搜尋結果喔 它上面寫著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n Official Website 這是官方的網站喔 那我們進來主頁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就是IRS的網站 我們往下挪喔 scroll down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叫Economic Impact Payments 我們點進去之後呢 會看到喔 畫面上有兩個細線喔 在這裡我們選擇第一個 Get My Payment 下一個畫面呢 這裡有一個 Get My Payment的按鈕喔 我們再按這個按鈕一次 這個下一個畫面呢 它顯示它會用您的個人訊息 來做查詢 它不會把你的個人信息 挪作它用 在這裡我們點OK 然後在這個下個畫面呢 我們只需要填入你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的出生年月日 還有你住家的地址 你的郵遞區號 然後點Continue就可以了 這裡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喔 就是它的地址 是有一定的格式喔 比方說你住在123 New York Avenue 那你就必須要填 New York Avenue 那個Avenue要完整的拼寫出來 那同理喔 Boulevard 也要把那個Boulevard 也要把那個Boulevard 完整的拼寫出來 那再來呢 是Apartment Number 你那個Apartment Number 是用這樣子的形式去表示的喔 是一個景字號 那再加上您的Apartment Number 在這裡呢 不需要填所在的城市跟州名喔 您只需要填好您的ZIP Code 就可以了 還有一點喔 如果您的地址是有Dashed 中間有Dashed 比方說是123-45 您要把那個Dash拿掉 變成12345 那在填完必須要的資料呢 點Continue 你應該就會看到 你目前的Payment Status 那有幾個狀況喔 第一個 你會看到 他會說什麼時候 哪一天會賄賂您的戶頭 那還有第二個狀況是 他需要您輸入您的銀行的轉帳 就是Routing Number 還有你的Account Number 那還有第三個狀況呢 是他查詢不到 是發生錯誤的情況 像這種情況的話 您只要退出 再多查詢幾次 就有可能可以查到您的狀態 那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你可能不符合這一次 發放補助金的標準 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這個是 New York City Food Delivery Assistance 的Website 以下是資格限制 第一點呢 他規定您的家庭成員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不能出去 或者是您的家庭成員呢 是Homebound 然後第二點呢 是沒有鄰居 或者是其他 像您的親戚 可以出外 幫您拿食物 第三點呢 是您目前並沒有接受 任何的食物援助的計畫 比方說 Meals on Wheels 最後一點呢 是您並沒有辦法負擔 這個Meal Delivery 或者是去買Grocery 讓他送到家裡的費用 這四點呢 要同時成立 您才夠資格 申請這項服務 在同意條款之後呢 您可以選擇是 您是要替自己送餐 或者是替您家人送餐 或者是替您的朋友送餐 在點選之後呢 你可以創建一個帳號 或者呢 你本身有帳號的呢 可以點底下的這個Login 那接下來呢 就是Qualifying Questions 也就是資格的審核 那在接下來的每一題問題呢 你的答案必須全是No 如果有一題呢 你的答案是Yes的話呢 那你就會被Disqualified 在這邊要注意的是 您送餐服務的對象呢 必須是要Homebound 而且是要Very frail 沒有辦法自己出門取餐的人 才符合資格 接下來就是基本資料的填寫 像First Name Last Name 或是Communication Preferences 是用E-mail啊 還是打電話 那E-mail address是必填的 這個在您創建帳號的時候呢 就會填進去了 那還有Cellphone 還有Landline 那在填好一些基本資料之後呢 我們就點Next 那在填好基本資料呢 他還會再問你一次喔 就是你能不能自己去拿餐點啊 類似這樣的問題喔 那答案 全部都是No 接下來的一個Drop down的問題呢 你可以選擇 送餐的家庭裡面有多少成員需要餐點 接下來你可以選擇送餐的數量喔 是三天的份量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還是一個月的份量 那一個月呢 他總共會送十次喔 也就是每三天一次 有一個蠻貼心的地方喔 在這個Meal Type這邊喔 他可以選Standard 還有Hala Food 還有Courshirt 依照您個人的選項喔 喜好來選擇 下一頁呢 他會問你一些 像你是不是住在政府樓啊 你們家庭送餐裡面 有幾個是老人家這樣子 那在送餐的時候 有沒有像是門鈴啊 這些要注意的喔 那最後他會跟你核對地址 還有你的Apartment Number 那在填好之後呢 只要點Next 那這個系統呢 就會Place an Order 那他會給你一個確認碼 你再把這個確認碼呢 抄起來就好了喔 那剩下的時間就是 等待政府派人送餐到你的府上 或者是你朋友的家裡 那再看到以上 第一個就是如何在IRS網站上 查詢你的Payment 查詢你的支票 或者是Direct Deposit 第二個就是 紐約市政府 三一所提供的Emergency Mail Delivery 大家可以利用一下喔 那他有資格的限制喔 所以我們不要濫用 不要Abuse the System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喔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請按訂閱還有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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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